今年的美国大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豪赌大局大战 川普本人面对的是包含了他主政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因此发大财 可是他们全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那董老师川普本人认为站在他对立面的政敌拜登 后面还有一只中国的无影手 可是中国呢事实上这个礼拜的五中全会呢 大内宣的核心敌人是美帝 从头到尾都要宣传打倒美帝 好这个过去啊 这个中共开这个中央委员全会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它搞成欣欣向荣歌舞升平 然后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特别是五中全会 为什么因为五中全会要提出十四五的这个经济规划 这个这个代表说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不过今年特别例外 今年的五中全会啊 第一个气氛非常的疏杀 非常简单 美国跟日本重兵云集 在你这个中国的家门口 在这个这个黄海 在东海演习 甚至逼近台海 就在你中国家门口压着你 然后呢 现在呢大家呢 那个这个歌舞升平也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习近平的这个领导下 大家要看样板的电影 听样板的歌 连卡通都要样板化了 所以根本没什么娱乐 那为什么大家会愁眉苦脸呢 因为今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这个经济最糟糕的一年 五中全会中共公布 我说这个这个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一万块美金了 可是大家心里面记得的是 李克强讲的那句话 还有六亿中国人 他的收入每个月 在一千块人民币以下 后来这个北京师范大学 又把那个报告提出来 讲得更详细 中国今天有四亿人 他的每个月的平均收入 不到八百块人民币 另外有两亿人 他每个月的平均收入 不到五百块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 不到五百块人民币的意思 就大概两千多块新台币 一个月 这个就是标准的贫困线 换句话说 中国今天的贫困人口 还有两亿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说习近平开五中全会 大概两句话就把他讲完 两件事情重要而已 第一件事情 提出2035年愿景这个目标 这个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习近平 他要延任到2035年 就是这么回事 第二句话 经济的问题呢 好吧 准备这个中美经济脱钩吧 所以说你看到五中全会 这个报告内容 讲的还是那一套 国内经济大循环 这个要更高水平的 靠自己 自力更生等等 第三个 刚才有谈到 这次的这个五中全会 事先公布说 没有重要的人事异动 为什么 因为他在封杀 出现可能的接班人 这当然要封杀嘛 但是台面下 人事的大调动 是非常紧锣密鼓的 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说在这个副省级 副部级 这一环有非常大的调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党次的 这些官员 在明年 在后年 他就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委员人选 那300个中央委员 未来会选出20大的 这个政治局委员 还会选出政治局常委 就是选出陪习近平 登基为习皇帝的 的这些人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就要开始布局 好 现在的重点是 这个习近平 他如果能够登基的话 大家都知道 他要延任到2035年 但是他会不会延任到 或是掌权到2049年 现在大家的猜测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的是终身制 那如果是2049年的话 因为今年习近平 他是67岁 2049年那一年 他96岁了 那个我帮各位回顾一下 毛泽东是活到82岁 好就走了 邓小平92岁 享年92岁 可是邓小平88岁的时候 就无法逝世了 大概就是1994年 江泽民今年已经94岁了 但是江泽民最近的一次 出现的时间 去年这个七月份 参加李鹏的葬礼 他那时候已经老太隆中 已经需要两个人参着他了 再更上一次是2015年 出席那个张政的那个 那个告别室 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老太隆中了 所以说你看一个94岁 江泽民 邓小平92岁 毛泽东 这个82岁 如果习近平要到2049年的话 他要撑到这个96岁 哇 他身体要保养得非常好 可是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